我们上礼拜介绍到十颗 然后进入到了十四十颗 这地方赶紧再写入一下 十颗根据它的反应种类可以分为物理十颗和化学十颗 对,分为Bisco的H跟Chemical的H 通常物理十颗通常是像是自动机的 它通常是非等像性十颗 那化学十颗的话通常是一般都是等像性的 一般都是等像性的 那它还有一个叫做反应式粒子十颗 那这个呢,它是结合同时有五加化学 这个画面会介绍到 然后呢,又再根据十颗的原材料 你可以分为诗试试试课 跟甘试试课 甘试试课用的就是7 而我们上一周也已经介绍到 在试试试课当中 第一个试课的材料叫做二氧化系 而二氧化系用的试试试试课是什么呢 是氧化痕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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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而单机系的时刻用的是什么呢 是KOH再加上C3H8 O再加上水 这是上官所介绍到的 而单机的这个时刻有方向性 它的100H-ray 基本上会远大于111的面 所以半导理时刻下去之后 它是呈现一个dimensional structure的形状 它是会形成有密 不同的面 111的面十克的快 111十克的慢 111的面十克的慢 5分 接着下一个材料是什么呢 下一个材料是Nitron 淡化系 Nitron Nitron使用的是什么呢 用热磷酸 基本上都用高浓度的热磷酸 就是纯度很高的磷酸 磷酸加热到180度 然后呢 它就可以食喝掉蛋化系合脂 而用磷酸呢 去对其他的材料做选择比 你会发现到 对阿赛的材料比 5比1到10比1 看的是你的浓度和温度 这里可能是20比1或30比1 这指的是什么呢 5比131指的是分母是谁 分母是Nitron 分母是Nitron 分母是阿赛 的时间 可以10颗5奈米的Nitron 选择比越大越好 10颗10奈米的Nitron 只会10颗R3 1奈米 或是10颗1奈米的Ziton 要说 我如果今天我的Nitron 是在Ziton上面 我在10颗完Nitron之后 会碰到Ziton 而Ziton的选择比高达20比1 代表什么呢 代表你用同样的时间 去10颗Nitron 每10颗20Nm 这个条件 去10颗Ziton Ziton Ziton只会有1Nm被10颗掉 所以这选择比很好 代表什么呢 磷酸 热磷酸 主要是吃Nitron很快 吃Ziton很慢 吃阿赛也慢 但是Ziton最慢 阿赛大约是5比1的选择比 就是吃Nitron的速度 或是吃阿赛速度的5倍到10倍 吃Nitron的速度 吃Nitron的速度 比上吃阿赛的速度 是5比1或10比1 吃Nitron的速度 比上Ziton的速度 就是20比1或33比1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 现在有Nitron Nitron用的是热磷酸 所以这里来多一个Nitron 所以这里来多一个Nitron 所以大家现在知道 基本上10颗SiO2靠的就是韩佛的容易 HF或者是VOE 然后呢 吃Nitron靠的是什么呢 热磷酸 要加热 你不加热就吃很慢喔 要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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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个呢 可西式 然后呢 吃丹筋系 是用KOH 加上C C HF 加上水 这样子 好 目前 绝缘层 整个晶影进入当中 浅端是整个绝缘层 基本上就只有这两种 V1或阿赛 和Nitron这两种 所以呢 在40时刻里面 最常用的容易 就是磷酸 HF 或VOE 那 Nitron碰到热磷酸 会分解成磷酸 磷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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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溶解于水 以及吸射出氨气 氨气 也可以溶解于水 所以这样子 好 而前段的Nitron 一开始睡觉在那里 做Sherl-Change Isolation 的时候 就会有Nitron 好 要做原件与原件之间的隔绝 Sherl-Change Isolation Sherl-Change Isolation 会有这个Nitron 这个Nitron 问题是干嘛呢 为了阻挡CNP 这样磨的时候 CNP磨的阻挡层 这样才不会伤到细表面 而成长Nitron Nitron Nitron的硬力又很强 所以在叠Nitron之前 会先增长一层薄的阿萨 舒缓一臂 然后再进去Nitron 然后呢 再把绝缘 要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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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Nitron 然后呢 再利用 H 这里就可以有 Thick H 但一般这里通常是Dry H Dry H 部分之后再胃疼 基本上不会是纯胃 一般都是Dry 加胃疼 然后接着 接着呢 是GVD的阿萨 抹末后 鉗壁膜 抹 脉膜 Geoff 接着是用热磷酸 把这些胃疼 把这些胃疼剥掉 然后再泡一点 百度的HF DHF 把表面的阿萨 再给剥掉 然后变成 这样 Us 絕緣層就是阿菜更呆船 而半鍋裡的菜藥船就是齊 那我現在介紹的是單晶系的時刻 是KOH加C3HA O加H多 接著進入到金屬 早期的時代 基底電路早期在製作的時候 最常所使用的金屬就是鋁 因為鋁的熔煉很低 鋁只要500多度 就會變成鋁的熱蒸氣 就會變成鋁的熱蒸氣 就很容易蒸氣變成鋁的鍍膜 你只要把金屬條 金屬的鋁條呢 放在加熱線圈上面 那加熱線圈 通電流發熱之後呢 鋁就會融進變成鋁蒸氣 鋁蒸氣跑到 揮發到金屬表面上面後 就會成績成鋁 鋁要怎麼適時時刻呢 鋁的適時刻 零消除加水 零酸素酸加酵酸加水 很容易 基本上室溫就會開始時刻了 那一般會加熱到四五十度 但是時刻最高 時刻速率 而它時刻的機制靠的是 利用磷酸 利用磷酸 利用磷酸去氧化酸 再用磷酸去時刻 氧化酸 所以我把這邊寫一下 金屬鋁 好 融磷的時刻是零消除 所以接下來 零酸 加酵酸 加醋酸 加醋 加醋 零酸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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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磷酸為主,因爲是 鋁加硝酸後會變成氧化 然後再加上其他 然後氧化磷 再加磷酸後會融進 會變成磷酸 所以早期金屬最常用到是氯 早期金屬最常用到氯 那氯的話用的是磷酸酸加醋 磷酸加醋去食喝 室溫就可以食喝了,但比較慢 所以一般都會加熱到45度 微溫的情況 還有什麼金屬呢 涅跟鈦 涅跟鈦呢,是在6SI發展中期的時候 為了降低金屬連接線到半導體表面的時候呢 金屬跟半導體接面 叫金瓣接面 金瓣接面擔心的是什麼呢 不同的材料一直接面的時候 中間會有個載柱 會有個材料 在轉換的區域 這個區域呢 早期怕是金屬鋁 直接碰到錫表面 或是碰到錫表面的時候 怕接觸不好 怕接觸不好 於是怎麼辦呢 為了降低content電阻 或是降低串營電阻 我們就會先將 細的表面 先給金屬化 這個我們在介紹 快速熱會火熱處鋁的時候 介紹過一部分是什麼呢 先讓施力可能的表面 先跟金屬形成 金屬細瓦物 就可以降低表面的電阻 而且金屬細瓦物就算是一種金屬了 然後接著後續 鍍金屬下來就管路的時候呢 那這時候使用的就是金屬跟金屬的 介面 然後裡面到底也介面 而不再是金屬跟半導致的介面 這樣的話 接觸電子就會降低 接觸電子就會降低 而為了跟 MOSFET的GATE Source DRAG 形成金屬細化物 主要 根據發展過程 主要為了三種金屬 最早一開始是用 Ti Ti Ti跟Zi很加熱 變成 細化碳 後來改用 COCO G COO 形成細化碳 而現在 全部都使用 NIKO 細化碳 所以 現在基本上都是用NIKO 都是用NIKO 而他們的製程是怎樣的呢 MOSFET做好了之後 GATE的SELF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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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之後呢 整個金屬表面 镀上一层 鎳金屬 而鎳金屬呢 就會直接 全面的跌上去 然後 加熱 在送去快速加熱會火 在460系一個30秒會火 滅跟半導體多晶系或者是單晶系 就形成金屬系化物 而跟阿傘結合層它不會反應 所以被結合層包住的地方 就不會被反應 而金屬系化物形成完之後 就想要將表面這些剩餘的金屬給石澤亮 整面剝除 那就會用什麼呢 我們就會用SPM 硫酸加酸酸 我們前面在青史的時候講過 硫酸加酸酸是一個非常強烈的 金屬石科的命運 絕大部分的金屬都會怕硫酸加酸酸的SPM 在這次程式裡面 我們藏有金屬當中 唯一不怕硫酸的就只有碳 只用碳不怕硫酸 其他所有的這組包含前面講的鋁都怕清楚 所以鋁怕清楚會不會拿去石澤鋁 不會 因為這拿去石澤鋁就是整個鋁都不見的 但是鋁是我們要留下來做連接線的 我可以消失 而鋁呢是 細化鋁不容易不會被硫酸給洗掉 所以它洗掉的時候多出來沒有反應 剩下的鋁可以被剝掉 剝掉 所以你會看到整個刺層當中 這種金屬細化物的形成是7-line的 自我對折 它沒有用到任何的圖案化製成 它就是整片都點唸 整片一個退火之後 凡是有自己能露出來的地方 跟唸的一接觸就會形成細化力 而沒有露出來的地方呢 就不會形成細化力 所以我一個撥出就整片的撥出 不需要有黃光之城 它跟鋁不一樣 你如果要做金屬引接線 你就需要這樣 你在石刻的時候你要圖案化 圖案化就會上黃族 可是黃族怕默酸 黃族會怕默酸 所以石刻鋁絕對不會用 溜酸 因為石刻鋁的時候一定會有光柱 不要拿圖案化 但是石刻鋁的時候不需要圖案化 它是整片剝除的 整片剝除金屬的話 你可以使用溜酸 所以你要管一下使用 Niko的整片剝除 使用的就是溜酸 不只鋁 鈦也可以 骨也可以 它的剝除鋁是甚麼呢 溜酸加蒜耀醇 用溜酸加蒜耀醇就可以去除 整面剝除鋁 它用的是甚麼呢 你會看到 它是先將鋁跟蒜耀醇氧化 變成氧化鋁 氧化鋁加溜酸 變成甚麼呢 硫酸鋁 變成硫酸鋁 硫酸鋁是可以溶解在水溶液裡面的 鋁跟下水形成氧化鋁一樣 氧化鋁再碰到硫酸鋁成硫酸鋁 硫酸鋁是可以溶解水溶液的 所以石油油酸鋁基本上它可以吃掉膩也可以吃掉胎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半導體石科來講我們最常看到的石科的材料 絕緣成就是阿塞耐醇 半導體就是細 硫酸鋁 金屬就是鋁 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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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大家要進入到乾脆時刻 也就是用氣胎化學容易 打到電漿產品裡面 形成電漿 而電漿呢 有兩個東西 電漿的產物三種氧狀 一個是分解氧狀產生自由基 一個是離子化氧狀產生離子 還有一個是Incitation Edition 發光 而其中呢 離子可以造成離子氧擊 離子氧擊就是這種物理氧擊時刻 那產生的自由基 自由基可以產生化學性時刻 這樣子 所以電漿呢 因為電漿裡面有離子 離子因為會有翹成電位 所以本身就會產生自我離子氧擊這件事情 本身就會產生離子氧擊 所以離子氧擊本身可以 物理性的移除表面 萬一它的力量不夠爆 移除材料呢 不夠爆時刻 那它至少可以爆表面的原子 化學器可以打斷掉 就是我的力量不夠到達 你可能材料撞掉出去 但至少可以把你的間接線打斷 間接打斷 間接打斷就不完美間接的時候呢 你的化學核心就會變強 當你的間接沒有形成完整的間接的時候呢 它的化學核心就變強 那它可以靠後續的自由基 去跟前面這些斷掉的化學件 產生化學反應 可以加速時刻的化學反應 而電漿石刻本身是一個非能降氣時刻 這次的是離子氧擊的部分 離子氧擊才會讓它有了非能降氣時刻 如果今天你沒有任何離子氧擊 你純粹只是放自由基的話 那它就是等降氣時刻 所以非能降氣時刻是因為含有離子氧擊 如果電漿石刻完全不包含任何離子氧擊 它就並不是非能降氣時刻 所以兩個相比 濕時刻乾濕時刻 濕時刻要有很多化學能力 所以化學要使用的高 乾濕時刻用的是氣體 氣體的容量比較少一點 所以化學物品用的少 而濕時刻的最大缺點就是 它是等向性的 它是等向性的 那因為濕時刻基本上都是靠化學反應 所以它濕時刻疏離很快 而且很容易找到濕時刻容易 達到高選擇離的結果 而且它的設備低臉 因為它只需要稍微渴密的 但是乾濕時刻呢 乾濕時刻是它比較不會側向時刻 所以它的時刻會很漂亮 所以橫向時刻的長度就很像 因為它是非等向性時刻的比較強 反而它的化學反應才會是等向性的 就是Rating才是等向性的 只要是離子氧擊的都是非等向性的 把時刻速率呢可以同時 就看你的Power 你的Power越強 你產生離子的數量就會越多 撞得出來的自由氣也會多 那選擇你要去調整 你要去調整 那機台呢就比較貴一點 因為你需要一個買一個牆壁來產生電章 化學容量這樣燒飛跟容量就可以了 就這樣 那乾濕時刻呢 比較多的是片一片的時刻 一片時刻 我還在放進入壞片去做時刻 濕時時刻常常是怎樣呢 就一整瓶下去幾號 因為它是10號化學容量 所以它是批量的去製作 所以 除非是整片的玻璃 整片不玻璃的玻璃 才會用濕時時刻 否則 只要是浮漢化的時刻 都是使用乾濕時刻 現在是一件多的製造 只要是浮漢化的時刻 都是使用乾濕時刻 而乾濕時刻 就遠面要乘不到店家 又回到我們前項的帳截 最重要的部分 什麼樣店家 店家為一種帶有等量 正面和與負面刻的離子化器 裡面有離子有電子 還有中性的原子跟分子所組成 其中中性的原子分子帶大多數 真正有帶電的其實不大1% 之前講過離化率其實不大1% 高密度電漿零多1到2% 而電漿中是帶來什麼碰撞 離子化碰撞產生離子 激發鬆弛碰撞發光 分解碰撞是產生自由性 是產生自由性 而我們這一個章節講的是10顆 考試的時候也考過 10顆的槍底跟成績的槍底都不夠 10顆的槍底呢 第一個 它要能夠產生離子同級的話 它的面積會比較小 第二個 它是10顆 副產比較容易 跑得出來 壓力會比較低 壓力比較低 而壓力比較低 電增又比較難形成 所以又要加持產 要加ECR或ICT 產生高重度的電漿 所以 所以你會看到 為了離子同級 它的電極的面積是不對稱的 因為它想要利用比較高的製片壓 獲得離子同級 氣壓會比較低 跟成績骨末比起來 氣壓會比較低 而氣壓比較低呢 電漿又比較難形成 所以又要再加上磁場 加上ICT 或加上ECR 才能夠產生高低度的電漿 那前面講過 10顆根據機制 可以分為物理10顆 化學10顆 以及這兩個加起來的 反應式離子10顆 Rein-A-T-I-N-H 從化學10顆很容易理解 就是拿化學容易或化學器 它實現很強 它化學10顆是化學反應 所以它沒有方向性 它只要一致到 都會發生反應 後到就會發生反應 所以像GOG 沒有電熱 所以它不會受到電子的通知 所以它是等向性10顆 純化學10顆 是等向性10顆 純物理10顆 基本上靠的是離子轟擊 所以它等向性很好 那離子 Rein-A-T-I-H 靠的是剛剛講的 我是用離子去轟 轟擊 把間接打斷掉後 被子轟擊到的地方 它的間接是不完整 不完美 所以它化學過程比較強 後續的自由基一進來 就會跟自由基反應 反而是側臂的地方 因為物理轟擊是 從上到下轟 它側臂轟擊的就是少 所以側臂跟外面間接也比較少 所以自由基來的時候 它特別的10顆速率就會比較慢 所以反應是離子10顆 它的速率 它的方向性是好的 它的方向是好的 而速率又比純物理轟擊壞 這樣子 所以純物理轟擊最常使用的氣 就是涼氣 阿 阿 因為牙齊是多性性 它產生出來的離子 比較不容易跟別人反應 而且牙齊 邊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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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大 比較重 用來衝擊最好 就像大爆風球一樣 撞進去撞進去撞進去 撞進去撞進去 撞進去 一直去消材量 消材量 那存化學生肖包含了 濕石還有電漿的 電漿和自由基的石核 而電漿裡面當中 我前面講過 只要形成電漿就會有物理攻擊 只有一種電漿 不會有物理攻擊 是甚麼 遠距電漿 remote 我之前講過 我產生的電漿是在一個牆壁 但是我的石核物體 放在這個牆壁 放在另一個牆壁 而remote的 又靠了甚麼 產生電漿後 用氣體把裡面的自由基吹出來 吹到白的牆壁裡面 而白的牆壁裡面 就是靠自由基板 又來做甚麼呢 做牆壁的氣結 或是薄墨震 薄墨的撥出 像是光組 光組需要的石核是整面性的 它不是圖案性 它是整面性的波組 它就不需要有放氧性 不需要有物理石核 它就純化學石核就夠了 所以 光組石核用到 就是純粹的化學石核 純自由基石核 那使用白粒子 石核的右邊是甚麼呢 你會看到 今天假設我有個材料 就是西洋的表面 我想要利用磷子去石核 我的磷子有甚麼呢 我的店家裡面有純的阿達磷子 你有純的甚麼呢 佛化仙氣體 使用佛化仙氣體的話 基本上它主要靠的就是甚麼 靠的是佛磷子的自由基 佛的自由基去產生石核作用 那如果是阿達磷子會純物理攻擊 那你這裡可以看到 我在石核晶圓表面的細原子的時候 我純用環佛的氣體 佛化仙 它會變成甚麼呢 變成佛的自由基出來 跟斯力人反應 變成SIM4的氣體 那我也可以靠甚麼呢 純粹是用阿達磷子 打成阿達磷子去物理攻擊 把斯力人進點撞斷 然後就把原子撞出來 把原子給移除 就是移除覆沒 石核注意也很慢 關鍵是石核數率 而石核數率最高的是甚麼呢 兩個混在一起使用 我既有攻擊表面的自己被打爛 被打爛的是一個就化學國性更強 就很容易就用佛的自由基 它的反應速度可以更壞 因為你的靜體被拉斷之後 你的反應速度就會變強 反應速度就會變壞 也化學國性變強 所以石核數率差非常多倍 差了將近10倍以上 所以現在最好的石核辦法 乾脆石核 使用的都是RE 你要找對化學氣體 再配上國性氣體 形成RE 石核數率又快 選擇什麼用 不是選擇比較好 輪迫又好 垂直石核輪迫又好 選擇零件的好 你不要看它底層是什麼材料 你看吧 你這裡是用的是佛 所以你用來是真的是 那如果下面有 阿韓 阿韓不會怕佛 阿財不會怕佛 阿財會怕佛嗎 那一小會怕佛 那一小會怕佛嗎 含細的東西都會怕佛啊 因為細跟佛 細原子跟佛就產生 變成文化系的情分之類 那好處是什麼呢 我有物理攻擊 被攻擊到的地方才容易適合 沒有被攻擊到的地方不容易被適合 所以RE的垂直輪廓也很漂亮 也很漂亮 但速度又會單一個物理石核還要快很多 這是純物理石核 這是部分 這是大部分的化學石核 這就是物理加化學石核 速度會非常的快 非常快 所以這裡就是散傳表示 好 純的化學石核 選擇V 好 純的物理系石核 選擇VNX 因為我都是轟擊嘛 我關鍵是什麼東西 我來一個就殺一個 來一個就殺一個 不管是什麼材料 都是轟擊它 所以它沒有什麼選擇品 它主要靠的就是亞離子轟擊 亞離子轟擊 好 好 那 反應式離子石核的優點是什麼呢 反應式離子石核 第一個 這個石核的終點可以用靠光學的測定 因為你的副產物經過我們電漿的激發送指控狀 可以發出副產物有的光出來 可以判斷說 這個副產物是什麼還在市區產生 好 那選擇你還可以接受 那石核數量呢 就兩塊 它比物理石核好 好 物理石核數量慢 好 那 那 電漿石核原理呢 跟物貨神殿的石核原理很像 差別在於說反應出來的產物是氣體而已 好 一樣 電漿裡面產生的自由基 這個自由基呢 會擴散到清原表面 而電漿裡面的離子 也會向清原表面做空氣 產生離子空氣 產生的離子空氣 產生的離子空氣呢 會讓物貨表面的原子 間接打斷 打斷之後呢 化學酷性就很強 自由基的在跑道的清原表面 新的清原表面在移動的時候呢 跟化學酷性強的表面 就會產生化學反應 產生化學反應 產生化學反應新生複產物 複產物 如果是氣體的話 它會托付 會托付離太清原表面 並且回到這裡面 電漿的 電漿的區域裡面 回到電漿的區域裡面呢 就可以藉由什麼 激發生殖風狀來判斷 是我這個反應有在進行 因為它可以發出 這個複產物 有的光出來 有的訊號出來 然後呢 再被低壓給 低氣壓給抽掉 被棒給抽去掉 所以它不說什麼呢 電漿會產生自由基跟離子空氣 離子空氣會轟 自由基會擴散到表面 擴散到表面之後 會吸附在表面 然後去做移動 在移動的過程中 只要發出 很容易反應的部分 也就是被轟擊到的地方 就容易產生反應 產生反應之後 會形成複產物 複產物呢 一般叫做氣體才會是食喝 那氣體它就會 撥附在這邊的表面 回到電漿裡面 回到電漿裡面呢 又會產生碰撞 產生激發中式碰撞 來判斷 這個複產物是否 就是我們在食喝的東西 來判斷食喝重點 然後呢 我記得在那邊這個氣流 帶不開 複產物會帶不開 這就是完整的 幹事食喝的流程 步驟 所以 所以RIE 凡是離子食喝的 目的就是什麼 你使用離子去轟擊表面 造成的損傷 這個損傷是非等相性的 因為你是靠離子轟擊造成的損傷 所以側臂沒有損傷 如果你的離子吃的轟擊下來的話 側臂的損傷就有得造 除非它卡下來之後反彈到側臂 撞到側臂才造成側臂有一點點的損傷 但是這個損傷應該會比較微弱 垂直面的損傷會比較強 損傷 所以離子轟擊產生損傷之後 自由機再去跟這個受損的不完美艦機 產生反應 產生反應 產生反應形成會揮發的負產物之後 再揮發開 輕微表面 這就是整個食喝的步驟 離子轟擊產生損傷 產生的損傷化學活性下 在這個後續的自由機 產生反應 產生反應形成的氣力化的負產物 去開表面 就是把材料從表面移去 這就是一個食喝的過程 那在食喝的過程中呢 會發生一些阻擋機制 什麼叫阻擋機制 離子 離子在轟擊的時候 如果有這圖案畫石殼 圖案畫石殼呢 不想被轟掉的地方 不想被死的地方 就會有光主保護住 而光主被光主保護住的部分呢 離子還是會轟擊他 只是他被光主保護住了 代表就是轟到的是誰 轟到的是光主 而不是下一個材料 因為光主是一個保護傘 但是光主本身會被轟擊 而轟擊掉之後呢 部分的光主會被轟擊打掉 打掉這名字叫劍杜 18人 離子轟擊打掉材料表面 把材料從表面打出來 這個部分叫劍杜 他會把部分的光主呢 劍杜出來進入到哪裡 進入到台灣的 你在挖的洞裡面 而這張挖的洞裡面呢 光主會沉積在側地表面 而側地表面就會形成一個保護層 這保護層就會阻止側地的食喝 那它可以有助於乳案化的食喝 簡單的說就像這樣子 原本風土是很立體在這裡 很立體在這裡 而離子在侵擊的時候呢 你看 邊角的地方呢 到達角度很大 到達角度高於270度 到達到270度 離子在侵擊的時候 邊邊角的螢幕會被消掉 消掉的離子呢 離子會到哪裡 離子在侵擊的時候 邊邊角角的螢幕會被消下來 消掉的到哪裡 到這裡 到這裡之後呢 後續後的離子 又會把它往兩側的地方 兩側撞 你的光主掉到這裡 後面離子在侵擊 你會再往兩邊彈側 所以會吸附在哪裡 吸附在邊緣的地方 在側地的地方 因為側地比較少 會有離子洪擊 離子洪擊 離子洪擊主要是向下洪擊 所以側地就被這個光主保護住 人而後續呢 在往下時刻的時候 部分往側地彈的時候 部分的離子往側地彈的時候 還有這層光主保護這個側面 保護這個側面 所以呢 這個光主很容易就附著在那裡 形成一個聚合物 Polyma 形成了Polyma的聚合物 所以使得最後呢 在時刻完成之後 因為這個保護膜 使得時刻主要都發生在這個坑洞裡面 在往下時刻 側地就會不容易時刻 因為側地有被打下來的光主 然後又在那邊建築到側地上的光主 可以保護住 所以時刻就會這樣吃下去 只是最後在光主播出的時候呢 這一層 Polyma的聚合物呢 就要額外使用 SC1 Ammonia加酸水加水 去給10顆量 來去掉這個Polyma 聚合物 所以保護阻擋機制呢 會產生強烈專門聚合物 這個聚合物呢 對於圖案化的角度來講是好的 它可以保護側臂 比較少被適合到 甚至你會放有自由基進來 原本自由基開到旁邊的黑色原子的時候 它會常常反應 可是現在被風阻保護住了 側臂已經被打下來風阻保護住的時候 自由基就不太容易跟側臂反應 所以這個阻擋機制可以讓你的圖案更狹俏 就是測向時刻會更少 所以法inho視磷子時刻 基本上它有兩種 它的離子化過程有兩種 你會看到 法inho視磷子時刻呢 它介入物理時刻跟化學時刻之間 純物理時刻 不要靠的就是離子洪擊 靠的就是建筒 把材料給建筒出來 打出來 把原子素材料 在表面可以打出來的步驟叫見諾 它是種純物理石科 速度慢 確實則沒有差 因為它有差別的東西 什麼材料都大 那化學石科呢 它不是靠離子風起 那基本上呢 純化學就是化學反應 純化學反應式 純化學就是等下性石科 而介於中間的 反應式靠的是什麼 離子風起的時候有兩種機制 損傷機制是什麼呢 就是要被轟擊到的地方 它的原子打爛掉 晶格強速打爛掉 間接打斷 間接打斷之後呢化學活性很強 後續的自由機再去拉反應 化學速度就會壞 而側面的地方呢 比較少會被打到 所以它可以做突然化石科 但是呢側面的地方呢 它又會有所謂的阻擋機是什麼呢 在垂直空的時候呢 在圖案的兩側有光阻的地方 光阻可以被部分的消滅 建築出來 而建築出來的光阻呢 容易怎樣呢 又再建築到 石科不安的兩側 石科不安兩側呢 就會形成 聚合物的木木 這層聚合物的木木呢 可以把木不受到 被聚合物 木包住的地方呢 就比較不會受到後續的自由機去反應 所以它就可以完全的阻斷 側向石科 所以它可以達到非常早的 非等性量性石科 這就是反應性石科 那它們常常用在哪裡呢 用在兩化物 淡化物 多金系半導力 金屬縮穿的就是全部 絕約成 不外物就是兩化物 蛋化物 半導體不外物 淡金系多金系 金屬石科 講完之後 你會發現它講一化物 所有的材料都可以挖來 所有的材料全都可以用挖來 只要是圖形花石科 你需要有漂亮的圖案的話 請使用反應性石科 It's best 它是最好的 它是最少的 那要只要它可以達到損傷機制 主要算是重磷子東西 那主管的機制呢 是輕微的磷子磷子 這個樣子 是程度的差別 那 電漿石科呢 前面講過 這種統式的石科系統 是怎樣的 這裡是RM號 這裡是RM號 它在這裡產生 什麼 這個地方產生電漿 然後這裡的電漿呢 在往裡面做自由基的擴散 跟利用翹層電回去做風機 通常啦 不會用正式的統式的 不會這樣 一般都是單片式的 不會是混同式的 不會是混同式的 所以現在的基本上 沒有這種 Berror的形式 基本上都是單片製成 一片一片滿 除非是什麼呢 除非是remote boss 像這種 比如說要去除光主 我一次可以去除很多片 使得是這樣 光主怕什麼呢 光主怕氧 光主是碳氫化霧 碳氫化霧裡面 碳氫化霧裡面 碳氫化霧 碳氫化霧 所以呢 電漿在這邊產生 離子風機 就會發生在電漿產生的地方 而這裡會產生 會養的自由基 你再用自身蜻蜓 把這樣的自由基 吹出來 那這個蜻蜓 就只會有養的自由基 那它就會發生 等向性的時刻 反正你要做是正面的播出 不是圖案化的時刻 如果有養的話 你就不要用remote mass 就不要用這種 不過絕大部分 其實是用在光主區域 也絕少同時可以進很多片 基本上都還是一片一片 一片一片 大部分就像這樣子 就是一個單打 一次就是放一片進去 在電漿產生產生裡面做時刻 而在電漿產生產生裡面呢 在展台在這裡 這裡就會產生俏層電位 它會產生什麼呢 臨時弄起 並且會有自由基 往下來做化學時刻 這是很基本的 這些都在電漿的當季 你一直介紹過 那也有的是這種強力 就是一次多片 它其實就是把這 原本是一個單電的 它把它變成什麼呢 變成一個珠狂木 變成什麼呢 這裡是上電極 而起板這邊是下電極 然後電漿就是黃色的 黃色這個就是產生的電漿 所以這裡就會有什麼 整個翹層電位 它會吸附 這整個桶裝的電漿 它會做離子衝擊 以及自由基礎過來 起伏它 那這個 就比較昂貴 為什麼 它的體積大 面積大 它要產生的電漿 要產生這麼多 這個反而不好控制 反而不好控制 而且如果用這種的話 你就擔心均勻度 怎樣的均勻度 放在這邊的這一片 放在這邊的這一片 跟放在最下面的這一片 它們十顆速率 要完全一樣起來 都這樣子用 因為在十顆 不管它讀了十顆 或是讀過的成績 我們最K的就是均勻度 你不能告訴我說 我做了十片 激素片比較好 我素片比較不好 不可以 我必須是不差點 大家都要差不多 所以很少會使用多片的系統 基本上是單片 單片單片 前面講過 如果是電漿的話 為了增加它的電漿強度 就會使用什麼呢 使用磁場 使用磁場可以讓它旋轉 產生更多的電漿 那這些基本上都是在 電漿那段的製程裡面 已經介紹過 這邊都不介紹 為了在低氣壓 電漿型格的氣壓 會比電漿產生氣壓更低 而在更低的氣壓下 越容易越難產生電漿 就知道靠什麼呢 靠使用ICT或者是ECR 來產生更高濃度的電漿出來 這些都在前面的章題 已經有介紹過 那實科終點靠的就是前面講過 靠的是 你反應出來的複產物 EVEN是用物理容器狀出來的 EVEN是化學反應 形成的複產物出來的 只要是複產物 它回到電漿裡面 它就會被電漿裡面的電子 產生七八收拾服裝 可是七八收拾服裝 就會發出複產物獨有的光霧出來 我們就是熱光霧來 判斷到你這個實科完成了沒 如果說你要實科 已經完全吃光了 那它就不會再反應出 複產物的光出來 因為複產物就會消失了 如果複產物已經會吃光的話 你就不會有 不會再產生了這個反應的複產物 那我們就可以藉由判斷電漿裡面的 波長 發射了波長的強度來判斷 是否實科完成 複產物光顧如果突然消失了 就代表實科結束了 大面積的材料都被吃光了 這時候要進步到什麼呢 我前面講過 Over-Edge 實科分幾個步驟嘛 第一個叫什麼 Breakthrough 表面不管有任何炸子 還是什麼 不分解戰器的事情 全部消失掉 再來是什麼呢 Main-Edge Main-Edge選擇比差 但是實科主力壞 而最後是什麼呢 Over-Edge 而Main-Edge用什麼來當作 彈彈彈彈彈彈 要來是計時 你抓個安全的時間 要來就是什麼呢 利用發光來判斷 複產物的光源 一旦掉下來 馬上Main-Edge 精彈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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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十顆終點實開是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要看十顆終點 比如說複產物不再產生了 氣壓就改變了 變成為了我的複產物會產生很多氣氧 但我產生出來氣氧變少了 我的氣氧就變低了 那我也可以用什麼呢 用支舞儀來判斷 也就是直接去增測自強是什麼東西 這些 不過絕大部分都是使用主要 灰光發光 也就是七八收拾碰碰產生出來的光光 這個是最多人在使用的 如果你是用支舞儀的話 你還必須這樣的 將複產物抽樣 你還必須把電漿抽出來的氣氧 在哪裡做分析 分析排掉氣氧裡面的成分有沒有複產物 還比較麻煩 還更麻煩 還更麻煩 就算你已經知道了 已經是再被抽出來的結果 還不如在電漿裡面直接增測量化 好 以上是乾式時刻的大致分析 接著了解乾式時刻之後呢 我們可以再介紹各個材料的乾式時刻 因為我們前面的一小集已經介紹完了 各個材料的時事時刻 包含什麼 絕塵不外屋 麻塞奶酸 半導體不外屋 司令人 未來還可以有九美麵 那金屬呢 前面已經介紹了 會有金屬鋁 金屬鋁 金屬炭 和時日時刻 而我們剛剛介紹完乾式時刻的氣氏之後呢 記得要開始介紹 這些材料的乾式時刻 各式用什麼氣氏來做 好 這邊休息一下 謝謝 謝謝